据NBA官网记者大卫尔德里奇报道,快船前锋托比亚斯·哈里斯已经制限了快船,为他开出的一份4年8千万的顶薪,希望在名下成为自由球员追求更高的薪水,年薪2000万是不小的合同,但如果他名下是约快船最高,可以签下5年4.88亿的顶薪,或者选择兼约1.88亿的顶薪。 其他队自民1.44亿,差距还是很明显的,球员为自己考虑是没有问题的,尤其是在肩下出现了韦德·德罗战的事情,也许更多的球员未来会更关注自己的利益。 论实力哈里斯是当前联盟典型的实力大于名气的球员,在魔术和活赛都曾打出非常亮眼的数据,有身高臂展,进攻技术非常全面,终结能力出色,篮板球能力在同位置也是中上的水平。 上赛季场均18.6分无敌目篮板,三分球命中率高达41.2%,但是如今的联盟两级分化非常严重。 由于小球升型,双能锋和后卫非常质乡,但是中锋的行情就不好了,除了考虑次一年530万签约勇士之外,霍华的年薪也是500多万。 努尔基奇1200万,奥卡弗即将失去在NBA的机会,怀特赛的薪水高,但热火一直想办法想甩掉他,还有就是卡佩拉,他似乎过于高估了自己的市场行情。 火箭非常想得到他,也很有诚意的为他提供了一份8500万的合同,还有500万的奖励条款,但小佩拉不满意,只要超过一亿的薪水,所以至今没在这份合同上签字。 可是尴尬的是除了火箭没有脑子球队为他提供报价,卡佩拉是不错,但主要在防守端,如果没有他等保罗他在进攻端就能发挥多少呢? 若只一步签本赛季出现上并赢下,还有可能拿到这样的合同吗?那问题来了,同样是拒绝了高薪之一要顶薪,哈里斯值得球队为他提供接近1.5亿的顶薪吗? 别错打了算盘。 p6 p7 p3 p4 p9